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Canva 里面 你的范本 怎么样透过页面的复制 档案尺寸和类型的改变 让你可以使用所有 Canva 里面的范本 不用再担心找不到你喜欢的范本 在 Canva 里面呢 相信很多人一直喜欢它的主要原因 就是它有非常丰富的范本 不过呢 其实还是常常听到 有些人就是说 我找不到喜欢的范本 或者是他想做简报 但是喜欢的却是 Canva 的范本 那么在下面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技巧 希望能让在找范本的第一步 就能够顺利成功 非常多人在使用 Canva 的第一步 就是直接找你要制作的类型之后 就直接在这样空白的画面之下呢 从左上角这里 直接输入关键字 或者从他所推荐的 这些范本里面直接挑选 这种方式呢 如果你对于想要制作的风格 已经有一定的想法 或者他刚好推荐的 却有你喜欢的 那这样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如果你本身 还没有太多的方向或者想法 还是说你想多看看一些不同的范本 那么建议你必须可以在 Canva 的首页 直接输入你的关键字 那当然除了中文以外 你可以用看看英文 这样的呢 可以找到更多适合的范本 现在我们就来试看看 我们在首页这边输入我们想要制作的万圣节关键字 那你可以从这边就看到 他所把我们筛选出来的结果 那么如果你只想做海报类型 你可以把海报类型勾起来 如果你还想再增加制作简报的类型 也可以把这个类型勾起来 这样你就会看到 比较多的范本 那当然你可以针对风格的部分 如果你只想找这个插画的 我们就把插画的这个风格 把它勾选起来 当然你也可以针对主题 或者是颜色的部分 我们来做筛选 像这样 我们就可以找到更多 符合你所需要的范本 万一你所找到的范本 跟你这一次想要制作的类型 并不一样 那还可以使用吗 我们提供大家两种方式 来做到这个目的 首先第一个 就是你可以学会用 页面复制的方式 那这种方式 可以适用在所有的 目前Canva的账号类型里面 例如我们在刚才万圣节的 搜寻结果里面 我想使用这个 来作为简报 但是它本身是属于海报的类型 那该怎么做呢 首先你可以开启一个 空白的简报专案 那我们回到刚才的 这一个海报范本里面之后 你可以从下面这个地方 打开它的页面 在这里 按下Ctrl加C 就可以把这个页面 复制起来 接着回到你的空白情报 按下Ctrl加V 你会发现在你的里面呢 就已经增加了一个页面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再把我们画面上的这些物件 做一个适当的大小调整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在你的Canva里面 把虽然原本不是属于 这一个半本类型的这个物件呢 我们就可以改成 比较比我们想要 制作的简报类型 使用页面 复制的方式 跟我们在编辑区上面 直接拖曳 拖曳区选物件的复制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用这个方式的好处是 第一个 它是可以把我们的背景的颜色 或者是图像 把它一次就复制到你的简报的档案里面 第二个呢 它可以一次复制多个页面 我们如果只是用拖曳区选的 它就没有办法复制多个页面 第二种方式呢 如果你本身已经是Pro版 或是教育版 也可以试着使用 调整尺寸和类型的转换 直接把我们刚才的海报类型 转换成您要制作的简报类型 那这个动作呢 要请您留意一下 这个是没办法复原的 找到调整尺寸 选择你想要制作的类型 按下复制并调整尺寸 你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档案 那在这边呢 它就会自动把我们转换成 您刚刚所选择的尺寸 那这样子 你就可以跟我们之前一样 开始把你的档案呢 做一些调整 以符合你新的 自己的类型的大小 这样子就完成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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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